大家晚安 晚安 我是屑屑 我也是屑屑 這兩天我們討論之下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要把這張我睡了十多年的床給換掉 在挑床過程中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挑床的時候你在網絡上看了很多資訊跟介紹 可是這些文字其實你根本沒辦法透過文字去感受 說這個床到底舒不舒服對不對 然後我想起之前剛好在嘖嘖上面有看到一款床 它的設計跟名字都超級可愛 就叫做自然型 我在那個官網看到它現在有一個101頁的試睡計畫 你可以給它躺個躺睡滾啊怎麼樣啊 然後用個101頁 那你如果你不是很喜歡 你覺得睡不舒服的時候你就退貨 還可以全額退廢是不是很棒 現在床墊已經到了 它的包貨的設計方式和搬運方式很特別 我們現在馬上開箱給你們看 Let's go 你們看 這個就是自然型的床墊 它把它捲起來長型的 這樣子很好搬運 不過像以前那種大床 你要上電梯啊樓梯間啊都很不方便 然後重點是它還設計一些讓你好推拉的東西 你看 這個是輪子 前面這邊還有一個把手 可以讓你更好的搬運它 但因為呢我們這是特大的 所以呢它有點超級重 所以我還是這樣子搬 1 加油加油 1 2 3 1 2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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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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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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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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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歲七天再決定要不要帶他回家 OK 你們看床墊捲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那平常呢如果你買這個床墊呢 他司機會幫你送到你家之外呢 他會幫你搬上樓之後呢 幫你固定然後攤開 幫你把它整個打開 那因為呢這次呢我們要自己開箱 所以呢我們就自己來開 他的說明書放在這裡 然後這說明書超可愛的耶 寫自然寫 OK 我們把它拆開看看 這個是枕頭的介紹 這個是床墊的介紹 這個是品牌故事 幫你給大家看一下 好可愛喔 好多手繪的圖小故事 然後重點是呢他還有附一個這個刀片 這刀片呢就是專門讓你來開床墊的 我們現在呢要來把床墊打開 記得一定要用他的附的這個刀片開 會比較安全 他現在有兩層啦 最外面這一層呢 你現在就是先把這層弄開 然後可以把這個床給攤平 我現在開始割開齁 等一下他彈起來齁 彈起來 好重 我現在要把它弄開囉 聽說他整片彈起來只要3到5秒 所以我現在是用慢動作錄影 好不好 準備要漸漸就要神奇的一刻了 我現在很 覺得很酷 好我現在要把它弄開囉 大家準備好了嗎 是不是有想到就開始開囉 有沒有聽到 有空氣的聲音耶 好好笑 弟弟要彈起來了 弟弟要飛起來了 弟弟你要起飛了嗎 弟弟 好快的啊 好夢喔 沒關係 繼續跑去跑 哇 好可愛喔 床墊終於定位完成 他也膨起來了 那我們現在要開箱枕頭 他這個枕頭啊 他很重 他要3.2公斤 這邊 真的蠻重的耶 那因為他可以睡就是7天嘛 那你用睡7天 你要用他的布套把它包住 蠻可愛的 哇 嘿 好扎實喔 你看看 感覺很舒服耶 對啊 好想睡喔 OK 我們今天床跟枕頭的開箱 就先到這邊 因為說明書上面寫說 枕頭要讓他通風3小時 那建議說 床墊讓他20小時恢復平整 但是他也是有寫說 如果沒有20小時也沒關係 但是我們還是想讓他20小時恢復平整 那 明天再來睡 今天就這三隻先睡 大家晚安 掰掰 掰掰 大家晚安 我們現在終於要來第一次 躺我們的新床了 而且呢 我要把我們第一次 當下躺下去那個時刻的感覺 紀錄下來 非常期待的要來睡新床 第一次體驗 耶 我房間現在因為有開冷氣 所以呢我剛剛躺上床的第一刻 我感覺它還滿涼的 因為床它那時候介紹有寫 它是有45%的天絲 那再來就是 因為我這幾天剪片剪很久 所以我下背不太舒服 也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妳覺得呢 我覺得呢 床我覺得很舒服 而且它跟我們以前的充電比比較軟 而且它的軟呢 不是那一種會陷下去的軟 它是那一種陷到一個程度 它就會把你的身體支撐住 那種感覺 棒棒了 那明天早上起床 跟你們講 我們第一天晚上睡的感覺 大家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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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 一夜好眠 現在又到了第二天晚上睡覺的時候了 那 昨天晚上睡的感覺呢 首先我要先講我的下背 睡久會不舒服這件事情 是真的困擾我很久了 所以我的時候睡睡就自然 就自己就會醒啦 那種都不用想 就是我下背也不舒服 那昨天睡第一個晚上呢 我覺得這一點讓我還蠻開心的 就是它在我下背這邊 我覺得的確它是有支撐住的 所以我睡到早上起來 是下背都沒有真的感覺到不舒服 那而且就是 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發現它吹電風扇的時候 其實也比我們原本的床墊還要涼 待會呢 會把床罩鋪上去 然後再睡睡看 今天早上我還是有研究一下床 那我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關於床怎麼挑還有一些床的注意事項 首先 傳統彈簧床和獨立筒床相比 建議挑獨立筒 因為傳統彈簧床是整片連動的 對於身體包覆性沒有那麼好 翻身也容易吵醒整邊人 那至於獨立筒的床 不明思議就是每顆彈簧都是獨立的 我們把水杯放在床上 翻身滾動 水也是輕微晃動 就是因為獨立筒每顆彈簧是獨立的 所以不會整張床跟著晃動 這樣的好處就是包覆性更好更舒服 再來床是由多層組合在一起 最基本大約三層 當然舒適性會因為不同的組合有明顯的差異 我們來看看自然型太空捲捲床墊的構造 總共有7層 第一層由45%的涼感天絲布組成 躺上去真的有涼有透氣啊 另外這個%數是有認證過的唷 第二層手工記憶泡棉 這一層在包覆性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市面上有這一層的床墊 價碼至少4-6萬起跳 有品牌的更是要6-8萬 相比自然型價格很划算 那再來看看最核心的部分 獨立筒的彈簧 彈簧的產地 陷阱粗細大小科數 環數等都會有不同的影響 學問很大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爬文看看 其他層更詳細的資訊 可以見影片簡介的文章 或是去官網看看 那躺在床上 我們可以注意什麼地方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 肩膀 背部 臀部 膝蓋 有沒有被床墊包覆支撐住 尤其是下背的地方 至於床的軟硬度的喜好 雖然因人而異 但是太軟或太硬的床 對身體都不好 簡單的判斷是 側面躺著看 脊椎成一條線 太軟的床 腰部會凹陷下去 太硬的床 腰部則是會呈現懸空 最直接判斷的方式就是 試睡幾天 感受看看下背部是否有不適感 如果太軟或太硬 睡個幾天不適感 應該會蠻明顯的 希望剛剛的介紹可以幫助你們更好 挑選到適合自己的床 那今天就到這邊囉 不要壓他 大晚安 大晚安 那今天呢是第七天的晚上 今天呢我們要做一個重大的決定 那就是到底要不要把枕頭留下來 留與不留 一二三 留 請你告訴我們 為什麼你決定要把枕頭留下來 首先這顆枕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它的支撐性與包覆性非常的好 它最外層是天濕的材質 躺在上面非常的涼爽 而且它最特別是它的枕頭超級重的 有3.2公斤重 所以躺在上面翻來覆去枕頭 不會亂動 你看它很Q彈 按下去的時候還會回彈 就回到我前面說的 它的支撐性和包覆性很好 躺在上面睡的時候肩頸很舒壓 今天是床墊來到我們家的第28天 你們看到床架 應該就知道我們已經決定把床給留下來了 那我們之所以還沒睡到101天呢 就決定把它留下來呢 除了主觀的感受 它很少睡之外呢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是旅遊部落客嘛 那這期間呢 我們跑了非常多的地方 我們去了 花蓮 新北 九份 然後還有哪裡 嘉義 那我們睡了很多的飯店 然後很多的民宿 那 那 竟然會有想家的床的感覺 可是這個床真的好睡很多 而且呢 有時候我工作比較晚 我會去隔壁間睡舊床 就是不想要草萱萱 對比之下就是非常的明顯 隔壁的床睡完我腰痠會背痛 那這裡呢睡就是不會 開心 提醒大家 自然醒的床墊是獨立桶 所以選擇床架的時候要選擇 持新的 不要選擇排骨中空的 還有建議大家 床墊不管是舊床或是新床 都建議每半年頭和腳前後對掉睡 就可以保存床的壽命喔 最後呢 真心的建議大家 如果呢 你要挑選新的床墊呢 你還是要把它帶回家試睡 試睡多天一點 你才會知道說 到底這個床 你覺得好不好睡 那像自然醒 它現在有101的試睡計畫 我覺得很棒 就是你可以把它帶回來 然後你就去睡 你也不用擔心說 買了後才發現它不好睡 你就睡個101天 那你喜歡 你就留下來 你不喜歡 它還可以全額兌廢 那當然你要把它保持乾淨 所以我覺得很不錯 所以大家趕快去試睡看看 很開心我們終於有新床啦 耶 那今天就要到這邊啦 他們也很開心 大家掰掰 你的手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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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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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下小鈴鐺 還有追蹤F跟IG 我們下次見 掰掰